一上台就以烏克蘭为例 总统蔡英文正式拍板 从2024年开始 94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义男 一无一汉替代役 一期都延长为一年 另外入伍训从原本五周 比较志愿役延长成八周 实弹涉及从86发倍增到160发 全疫期不低于800发 总统强调要以备战来避战 这无比困难的决定 历经国安高层会议密集讨论 随后蔡总统邀及执政党立委 进行两小时的便当会 才尘埃落定 会后民政党团干部罗志正 以及郭国文 走出台北宾馆 一路上交头接耳 也许是放下心中大石 心情看来轻松 也揭露军事改革三大重点 打造全民国防体系 将兵力结构分为主战 守备民防与后备四大系统 一无意着重国土守备及支援作战 同时导入美军等模组化训练 以及一无意月薪从原先六千五 大幅提升到实力两万零三百二十元 还能衔接牢退制度 并不是因为两岸单独的情势的紧张 或者是所谓民进党挑衅 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威权的扩张 我们别无选择 并已延长为一年 执政党最终还是选择先将2024冲击 放一边 直接面对民意考验 华视新闻战圈的未知人台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